嗨嗨我是可恩 今天我是one day大学生 今天来到了MASA University 虽然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那为什么我会过来呢 原因就是今天我受邀请来到这边 看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那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华为的全场景设计 除了手机跟平板之外 其实华为还有什么产品呢 然后这些产品到底在不同的情况下 又有什么的用处呢 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我是大学生GoGoGo 我好像回到家这样子 很久没有来学校了 今天还没有开放咯 我是第一个 阿嬷好发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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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 很多人啊 很多人 OMG 超多人看见我 还是家里舒服 阿不对 这不是我家啦 这是华为特地布置成家里的一个场景而已 那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冷气 我的remote呢 remote出来 不出来是不是 还得贝咯的 拿出华为手机 开启Smart Remote这个APP 我的手机就变成冷气的remote了 轻松控制家里面的电器 开大开小 我喜欢咯 好 忘记左边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华为Router AX3 要连WiFi还要自己打密码咩 打开NFC Type一Type这个Router 直接就connect到家里面的WiFi 朋友来你家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 太密码咯咯 醒醒 没有事情做 打开华为电视看戏先 诶 大堆戏 有几十几的电视剧 有小孩子的卡通 有废废的综艺节目 还有很多很steam的电影剧 但是 我觉得很不想看下 来做运动好了 打开AI健身 选一个全身软枝终极 65寸大屏幕 加上 一日会升上来的电视摄像头 可以一边看着教学 一边对着电视 留意自己的姿势对不对 看 做对了 还会称赞你的 我动 我动 你很棒 喂 加油 人家是站在那里运动的 继续 继续 鸭 继续 第二个场景 厨房 一边煮 一边看食谱 手油油 脸油油 这样按手机 这时候 华为P40 Pro Plus 隔空手势操作 太像用场 不用碰手机 都可以隔空 议论画面 Oh yeah 突然 妈咪打电话来 哎呀 怎样接叻 不用怕 华为智能手表 直接接电话 speaker 播出来 声音清清楚楚 弄完张了 手表还可以直接 冲水洗干净 防晓了吗 我手油油 等下看你 拜拜 煮饭 你没理啦 痛了 减肥啊 减肥差你知不知 第三个场景 平时到LT上班的你 一定会带耳机清格 后FreeBuds Pro 一带上去 根据你环境多潮 就给你多深的降噪效果 LT火车型这样大 就会自动变成Ultra Mode 最深的降噪模式 你一面停歌 你一面暂停 你一面接电话 滑上滑下 调大声小声 在火车上面追悉 又买华为Mapai Pro 配上耳机的双连接 就算看戏看到一般 有电话进来 听完电话 系会自动继续的哦 手都跟去安定 可可 而且这一台 还要是5G版本的 所以你会发现 之间用它是线盘就可以了 这边坐到坐等 下给下 我们去下一张 那Office就怎样叻 我们就有 华为的手机 华为的电脑 华为的耳机 华为的Router 还有华为的 Accentor 第四个场景 办公室 我是个全老的工工 努力奋斗 发奋图强 华为手机配上华为电脑 一个type 直接手机电脑互连接 不用碰到手机 直接搬照片 直接搬放 搬来搬去 又快又方便 Cable都不用了 这时候手机可以做什么 拿来无线Charge Free Bus Pro 另外还有这个 办公室必用 Office专用Q2 Pro 这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 carboard很大的范围 再加上那个 extender 完全就是carboard 更大更大更大 乘客 蛤 Lock the Sia 吗 等一下 这样 我在Redout的时代 时尚 时尚 最时尚 这样我们在海边 就要做什么 戴黑眼镜 旅行的时候 然后戴上华为Gentle Monster黑眼镜 除了耍帅 防晒 还可以听歌 接电话 电话来了 type两下 接 音乐暂停 type一下 停 电话都不用拿出来 记得enjoy 来到海边 就是要拍美美的照片 来卡四摄像头 宝牌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走 拍照去 enjoy退班 老板突然将一回email 做PPT 讲官吼 一 信他 二 做咯 唉 谁叫我不是老板 做咯 不用开电脑 拿出MacPad Pro 再配上一set的键盘加ampen 和email 记录东西 画图表 做PPT 都没有问题啦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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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运动 我不要 我要吃肉 我不要运动 我运动 我要吃肉 运动先 快点 起 哇 没有运过冬的人 是这样的 第六个场景 做运动 戴上华为Washfit 运动手表 96种运动模式 你想到的 基本上都有 而且除了记录卡路里 消耗也记录新律team 显闷 那顺便拍一片 看是一片彩辣 配上运动专用耳机 Free Lace Pro 你挂在景象 想冬都不会掉 要用的时候就打开 不要用的时候就粘起来 你不对我 踏脚车 看潜水的video 我就是不能潜水才踏脚车的吗 不然我会在这边 哈哈哈 成功了 两年的kota 要骨头啊 看完所有场景之后 我的惊热感想就是 我发现每一个场景的不知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 华为产品在热厂生活 可以怎样用的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不是有钱人 不可能每个产品都买到完的 但是哦 在这华为全系列的产品线里面 无论是手机 耳机 平板 电脑 电视机 甚至是路由器 单独使用 强大 全部夹起来一起使用 更强大 而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口中所说的 智慧生活 看完了将多华为产品 最后一款 咬你嘛